现在大出学需要住院 你们赶紧去办手续吧 行 麻烦了 但试图出堂怀率的时候 我让他做个碧烧茶哥男女 他就是不肯 跟男女他就是不肯的 这婚姻合同也是 他不签我没有办法 但是我有我自己的原则 嫂子 嫂子 干吗呀 别突然来电话 说你家流产了 大初学要住医院 这太可惜了 谁说 看吧 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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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太难过了 想吃点什么呀 慢慢给你做去 流产儿 最伤身体了 得像坐月子一样 好好地补了补了 你家呀 跟妈妈说话 妈 你知道吗 大夫跟我说了 照顾现在的情况 以后不会有怀孕的感到性 什么时候说的呀 手术的时候 现在先不想这个 以后我们再想办法 好不好 不要哭 月佳 月佳 现在不要哭啊 对眼睛不好的 姐夫 没事 妈 朱远生说办法了 天也挺晚了 你跟某先回去吧 我来陪米佳 我来陪米佳 也好 那我们明天再来看她吧 行 米佳啊 今天让颜川陪你啊 明天妈妈再来看你 姐 我们先走了啊 走了 妈 走了 妈 走了 妈 严川啊 妈 放心吧 慢点啊 妈 慢点 妈 慢点 走吧 走 明家 明家 没事啊 我们不是还有一个儿子呢吗 而且本文现在多生一个孩子 就是件挺麻烦的事 还要交罚款的知道吗 好了 别这样 你说什么 李家流产啊 不会吧 行行行 小姑 那就明天再说 嗯 小姑再见 谁呀 来了 妈 你怎么来了 来来来 你赶紧进来 不是不放心你吗 我来看看 你怎么不早点说一声 我去接你啊 哎呦 你妈又不是小孩子了 还要你接啊 行了 妈 你赶紧先坐下歇会儿吧 哎呀 这个地方还是个老样子啊 出租房不都是这样吗 只要有人租 有钱赚 谁还舍得花钱重新装修啊 小姑娘 你怎么样 还好吗 当然好了 妈 我找到儿子了 我能不好吗 怎么 你找到了 对 还有更意外的呢 你知道他现在的父亲是谁吗 是谁呀 是颜川 川哥呀 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常言说得好 有得有失 妈 你女儿倒霉过后 要抖大运的 哎呀 你别跟我说这个 你快说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回来了妈 干嘛去了你们俩 这个死人啊 你久醒了你 说了什么话呀 我死了我还能醒吗 你干嘛去了 姐流产了 流产了 怎么这么快啊 还是大出血 人啊 现在都住在医院里了 医生说 赵姐这个情况啊 估计以后 就没有怀孕的可能了 真的 那怎么办呢你说 你说怎么办呢 你说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 他都是让你害的 你干嘛呀 你说说啊 你姐姐现在怎么过呀 啊 女儿女儿没了 现在又那个畅晓云 天天缠在他身边 好不容易怀孕了 又没了 全都是因为你 全都是因为你 好不容易怀孕了 妈妈妈妈妈 妈 您消消气了吗 我觉得吧 姐这婚姻啊 肯定是保不住了 姐她这次啊 一定会提出离婚的 接下来就得看姐夫怎么做 姐夫肯定不能动 别追 滚了我不想见到你 干嘛呀嘛 这不是商量了吗 肯定有办法挽回的 商量什么呀 你姐姐和你一样吗 你姐姐是人 你是畜生 好好好 我是畜生 行了吧 我罪该万死 我对不起我姐姐 这样行了吧 你说什么呢你 你怎么会是畜生呢 好 还坐着干什么呢 还不带你睡 你现在需要休息 别再多想了 好吗 连转 我们分手 我们分手 莫名其妙吧你 没事离什么婚啊 我是说真的 是不是发烧了 是我对不起你 是我对不起你 不就是流产了吧 流了就流了 有什么对不起的 可我再也不能生了 我跟你说过了 我们有儿子 这就已经足够了 可你知道吗 帅帅的 怎么了 怎么了 叶佳 到底怎么了 你别真真吐吐的 连转 是我不好 可我真的是很想保住这个孩子 他是我们的孩子 你知道吗 他是我们的孩子 我真的很想保住他 明珈 你到底怎么了 你怎么了 叶川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对不起 李嘉 李嘉 没事 真的没事 妈 你怎么还不睡呀 不早了赶紧睡吧 晓月啊 你跟妈说说 你到底是怎么打算的 用得着我打算啊 五十万啊 张口就给了 这什么概念 事在必行呗 什么事在必行啊 你给我说透了 你知道妈没文化 我听不明白 听不明白就别听了 妈 既然来了就别走了 好吃好玩的 随你享受 晓月 你是妈的女儿 我能不问清楚吗 你快说 你别让妈担心 有什么可担心的 因祸得福你懂吧 我喜欢颜川 这个意思 好 你 有什么样子 你知道吗 就会被人家有所找到的 我说我给你摆开 你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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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Assim的 我也不知道 沏丰 我看你 深厚 那句话 卡铁 我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儿子 下这么大雪别出来了 多冷啊 爸爸 你是不是去看妈妈 我跟你一起去 想妈妈了 嗯 好 爸爸带你去看妈妈 走 莎莎 干什么去啊 我和爸爸去看妈妈 看什么看哪 多此一举 明天不就出院了吗 外头太冷了 会感冒的 走 咱们回屋去啊 不 我就要去看妈妈 帅帅 你听话啊 妈 让帅帅去吧 米家也挺想她的 想什么呀 到现在也不知道打个电话回来 不知道问问儿子怎么样了 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 胳膊腿不能动了 有她这样当妈的吗 要不是儿子给她打电话 早忘了还有孩子了 您这是说什么呢 米家打电话的时候 您也不在啊 你不用替她说话 帅帅 那医院可脏了 要是得了传染病可不得了啊 咱们回去吧啊 我不回去 帅帅 我就不回去 我就要去看妈妈 帅帅 奶奶说的也有道理 跟奶奶回家去吧 妈妈很快就会出院的 回去吧 好 咱们回屋啊 爸爸 爸爸你跟妈说我想她 好 爸爸一定帮你带到 快走快走 回屋去吧 爸爸再见 你来干嘛呀 这还用问吗 那人是过来看看你了 啊 毛虎耗子 你假不假呀 所以啊 我连花都不会去买 省得浪费钱 也知道你不会领情的 你还应该知道 我更不想看见你 我当然知道了 所以等到今天才来 就是怕刺激你 说完了没有 说完了赶紧走 别呀 来都来了 怎么着也得多聊一会儿啊 我跟你有什么可能的 你说呢 一个是帅帅的亲妈 一个是帅帅的养母 可聊的话多了 除非 是你打出了 不是不想见我 是害怕见我吧 赵小鱼 你以为你是谁呀 你别以为你抓住我的把柄 就可以得意忘形啊 没错 我是心里面有鬼 你说我还不至于像你那么卑鄙 我是为了维护我的家 你就像一条蛀虫 说你是条毒蛇也不为过 如果孩子人可以不长命的话 你恐怕早就给我下药了吧 你就是这样的女人 你做得出来 至于吗 你别忘了 你流产了 不能再生孩子了 抓不住最后的希望了 是你自己不小心造成的 又不是我害的 这叫什么 天意 老天爷都不允许你在盐川的身边待下去了 你怎么 用不着你在这儿废狗舌 除非你真希望盐家绝了后 那你就为着良心 继续给我的儿子当妈好了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就该我说你卑鄙 你到底走不走啊 好 米家 难道你不觉得盐川太无辜了吗 啊 你说他凭什么呀 凭什么就落下个段子绝孙的下场啊 要我说呀 你才是个骇人精知不知道 我让你走 走空洞的 别拿面圆出来看妈妈 你是瓦西亚的小区民一点都没做 凸足 是 我就凸足了 给我滚 滚 开刀 有 圆圈来了 对 先去吧 好吧 等我拿走会儿 不用了 顺道来把这个带起来 什么呀 阳光学校的事已经敲定了 基础建设资金 由我公司负责 你都做完了 那我能做什么呀 你先看看吧 里边有一些活动是慈善行的 是资源假的 行 我看看 谁呀 来了来了 等一下啊 姐 你怎么回来了 有这么疑问吗 来来来来 给我吧 你不是明天来出院的吗 妈呢 在屋里换后被子呢 指这天啊 说冷就冷了 你小心点儿 别摔倒了啊 我没事儿 走了 妈 姐回来了 妈 回家 你怎么回来了呀 回来 把这个拿回去 那 那我回屋了啊 去 怎么回事啊 什么怎么回事啊 你出院也应该回你婆家呀 怎么又回到这儿来了呀 这是我家呀 怎么 你还不想让我回来啊 妈 不是这个意思 那颜川知道你回到这儿来了吗 怎么了 又吵架了 没有 是我 我不想再回去了 为什么呀 妈 我想来想去 还是决定离了算了 不是 你怎么回事啊 你说让我说你什么好 人家大夫说你不能怀孕 那不是绝对的 况且你想一想 颜川对你多好啊 是不是 听话 是 妈妈送你回去啊 妈 您别再动摇我了行吗 回去又能怎样 还不是要面临那些问题吗 现在是个机会 是能够让我很下心来的机会 要是要是再这样过下去 再这样一直瞒着眼穿 您知道吗 我会越来越有负罪感 我已经舍不了了 我已经舍不了了 妈 你别再管了 就按我的方式来处理吧 分手 分手 是目前最好的办法 护士 这床病人呢 她已经出院了 出院了 不是明天才出院的吗 怎么回事啊 好 主力 小银 你要的吃吗我都给你留着了 自己挑吧 你可真行啊 货刚到就给我打电话了 我不是想让你挑好的款吗 卖完了就没了哪挑去啊 再说了 想赚钱不积极打哪行啊 你倒时辰啊 最近不忙啊 你别提了 哪天不忙啊 大集团的工作哪那么轻松 什么大集团啊 我们这儿能有几个大集团啊 严氏集团呗 严氏 怎么了 严氏第一夫人你家里认识吗 是个幼儿教师 我当然认识了 我就是她老公的助理 真的 我跟你说啊 这个女儿可不简单 她呀 就是个狐狸精 这话怎么说的 还怎么说呢 她想红性出强勾一我丈夫 结果啊 那天被我很恨地教训了一顿 到底怎么回事啊 严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米佳 怎么跑到这儿吹风来了呀 快点 赶紧赶紧 到床上躺着去 你看刚出了医院 到时候又该感冒了 这才刚入冬 怎么会下这么大的雪 现在这个天气 就是变化多端的 所以说 婚姻也是一样的 好好好 不要再感慨了 赶紧把窗户关上 房间里就这么一点点热气 全让你放出去了 妈 要不 我们再去买个电暖器吧 改天我去买 行了吧 你还有心思管家里这些事情 要让我说呀 你真的是应该好好想想清楚 怎么跟颜串章这个口啊 你怎么跟他说离开的事情 多伤人呢 再伤人也得说呀 我是下了决心的 行了 把这个汤喝了吧 我早上就给你炖好了 准备中午给你送到医院去的 油都撇好了 不会长胖的 还是妈对我好啊 说实话 我都后悔对你好 怎么了 你没听人家说呀 说妈妈要是对着女儿太好了 这个女儿啊在婆家就待不住 太恋家了 这是什么逻辑呀 谁说的呀 你不要管谁说的 不是有那句话吗 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我觉得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 我就应该把你泼出去 不管你 你就能死心塌地地和颜川过日子了 这样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你都能自己想方设法地维系你的家庭 不像你现在这样 来不来就回家 回娘家 回娘家 你想当我老妈还真行啊 都悟出真理来了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 妈妈就希望你对这件事情能慎重啊 你家呀 其实你的事情我看得很清楚的 别管颜家对你怎么样 那颜川对你呀 真是真心的呀 所以说呀 这样会让我觉得更亏欠她的 我不想等事情暴露了 弄得两败俱伤 好 肠痛不如短痛 索性现在离了 两个人都开始新的生活了 姐 你手机是不是关了呀 没电了 忘了冲了 怎么了 姐夫来电话了 说她现在人在医院呢 待会儿就过来接你 你家呀 你就听妈妈一回欠好不好 先跟她回去 分手的事情我看 等等再看 先不急呀 行了吗 你就别再劝我了 就让我自己做主吧 姐 你 你干嘛非得离婚啊 我敢保证 你要是真跟姐夫离了 你以后再也找不着 像她这么好的男人了 闭嘴吧 全都是让你们闹的 妈 您啊 怨不着我 罪魁祸首是米墙 是您的儿子 作孽呀 行了 你们都别说了 这个家还得过下去 像你们这么吵吵闹闹的 怎么办呢 来来来来 好好做上餐了啊 来来来 好好做上餐了啊 慢一点啊 好嘞 哎呀 你瞧你瞧啊 你这菜 这怎么炒的 牛肉都没熟 客人叫死啊 什么叫没熟 怎么叫没熟 那是他牙头不好 这盆在我那炒三回了 我测跑不了啊 你告诉他 把假牙带齐再来啊 都像你这样 我这生意还怎么多 咱就加几个人嘛 我求求你了 我每天炒完了大菠菜 再炒小菠菜 我真恨他把我自己给炒了 你把我炒了 你别搞错啊 是你要离开盐氏到我这来的 没人逼你啊 盐氏 我能在哪儿怠慕 我敢在哪儿怠慕我 抬头就是盐川 低头就是上海云 我心脏受不了啊叔 叔我跟你说 现在 我妈逼着我跟他一块儿还那种事 我都郁闷死了 你知道吗 我他妈天天累的 跟孙子就是在这儿 我回去还是让他们骂 要不然因为毛毛怀孕 我早就离家抽走了我 我找个没人的地方 我他妈 我他妈我撩死一瘦 哎呀和了好了啊 别悲观了 来回过回过 回去 这日子 这日子什么时候能过完啊 这 什么时候是头啊这是 妈 哎 叶川 哎 你来了 妈 米家呢 在床上躺着呢 在床上躺着呢 你说我这个女儿 就是太恋家了 怎么办呢 对了 这两万块钱啊 你把他交给你妈妈 你得跟他讲 我只有慢慢地还给他了 妈 没这个必要 这不用还的 不行 亲兄弟还要明算账呢 一定交给他 妈 这是两码事 那五十万啊 就当是我跟米家孝敬您的 您总得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妈 我作为一个男人 家在这世中间我太难受了 妈 就当这事他已经过去了 别再提了 好吧 好啊 那我就先拿着 到时候再说吧 快点进去吧 我走了啊 妈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去小饭店 得 那我送你 不不 不用 年春啊 妈妈知道你是个好男人 是个好丈夫 我就是担心啊 我的女儿没有这个福分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哦 没有 没有什么意思 我就是随便强强的 快进去吧 我走了啊 还是我送您吧 哎呀不要 我这不你马上就到了 啊 快进去 听话 快进去吧 您路上小心啊 哎 走啊 小姑 干什么呢 小姑 我有个事跟你说 什么事啊 哎呀 算了算了 还是不说了 哎呦 你都说出口了你还不说 你想急死我呀 是关于米家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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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说什么 你不说了 你就会怎么禁止 你不说了 我会不会吧 你不说了 你不说的 你不说了 你不说了 你看你们好 我这张废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口在里的钱一端心就野了 你说我不管能行吗 我真想野的话你管得住吗 我知道我管不了 你还有公司可以支出呢 所以啊我想把我的服装店关了 到你们公司管账去 我这样就可以时刻看着你了 喂 你这么胡闹的话有意思吗 你说 你说我帮你租个房子 租了那么长时间你都不住 我求你了 你 你搬走好吗 你就是给我租别墅我也不会搬的 我就盯在这儿了 谁让我是晶晶的亲妈呢 亲妈就要有一个亲妈的样子 你最好别把我惹急了啊 你最好别把我惹急了啊